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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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馬上要進行的是我們觀眾的點歌時間 沒有 是點贊時間 其實在我們的Facebook當中呢 很多觀眾朋友會把自己想學的一些 作品或者方式在Facebook上做留言 那我們的製作人也很努力的 希望把大家的需求做到一個完整的呈現 所以今天先歡迎到我們的手工皂達人 歡迎我們的天使媽媽 大家好 我是天使媽媽 是 今天我們要做這個主題 是有觀眾朋友點播的叫做渲染皂 點播 點播對啊 就大家留言我們就想辦法幫他達成嘛 這個渲染皂算是在手工皂裡面 算是什麼樣程度的一個技巧 我都會建議說你要玩渲染 就是你基礎先就是說你熟悉 你基礎皂是怎麼打 你再來玩渲染 你這樣你做比較不會失敗 是 所以等於說你要有一些 基本的手工皂的這個操作的過程 你是了解的 再來做渲染皂 這樣成功率比較高 而且我剛剛問我們的天使媽媽 她說基本上的渲染皂 最起碼是中階的中級班 很容易失敗耶 對 因為像我以前就失敗很多次 我就是看影片看書籍 然後這樣子你做的時候啊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你跟書本是不相分的 不一樣的 對 那你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那一鍋皂就是不是渲染 最後成品就不是渲染 它就最後就是糊成一坨的皂 對 它也是一塊好皂 但是它就樣子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像渲染效果那麼漂亮 是 因為現場呢 老師也特別帶了一個 他做好的這個渲染皂 我就覺得真的很漂亮 但是你也覺得真的好像沒那麼好做 所以今天這個節目呢 如果各位手工皂的朋友們有興趣的 馬上來看看怎麼樣可以達到 這樣的渲染效果 我們大概需要哪些的材料 其實渲染 我們這次的配方 油品的話就是橄欖 椰子 棕櫚跟碧麻油 一次用到四種油 還有酪梨油 五種油 對對對 那這個我有添加那個碧麻油 它會加速脆死 是 對 那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怕有些人 他在攪拌的時候呢 他就是他不太能決定說 欸 它到底是好了或是不好 是 那個碧麻油可以加速它脆死 就是你說的玉米濃湯那種感覺 是 它怎麼樣 因為調完之後要倒到我們的肥皂的膜 對 那什麼樣的程度可以倒過去 這個是一般書上可能有太多因素影響 那其實在操作之前呢 老師是建議大家 先戴手套 戴口罩 對 因為錄影的關係 我戴口罩 手套 你會覺得好像看到奇怪的節目 所以我們就先不戴了 所以第一個我們的步驟 我們是先把氫氧化鈉 對 先做調和 對 是 那這個調和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整個其實都已經處理完了 對 剛剛在調和為什麼要戴口罩 其實它整個在氫氧化鈉 加水的時候 會產生氣體 那味道很嗆 然後溫度也上升 那氫氧化鈉的溫度上升 它就會產生氣體 所以就是空氣要通風 流通 對 那如果你戴口罩空氣不流通 一樣也不行 你戴口罩 但是你還是會呼吸嗎 還是吸進去嗎 就是能到陽台啊 或者是家裡有那個抽油煙機 在底下你就可以用 對 那當然我剛剛看到老師在操作 我發覺每一個做手工罩的老師 各有不同的技法 譬如說你剛剛是用水混合氫氧化鈉 慢慢融化它 有沒有 可是之前譬如說 我們有一些老師是用冰塊 是不是 並沒有一定說要什麼搭什麼 什麼用什麼 對 那因為氫氧化鈉 那它就是需要液體去溶解它 對 那你液體就有很多東西 譬如說你說冰塊它最後也是融化 對 那冰塊只是讓你就是 等它降溫的時候速度縮短 除非你的量真的很多 那你就是用氫氧化鈉慢慢加水 慢慢加水 那如果說像我們這種少量的話 你水加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加水其實都 都OK 對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我們的氫氧化鈉 就已經調和好了 如果大家對這個過程還不是很了解的 你可以看我們前面幾集的節目 其實針對氫氧化鈉的融解步驟 我們都有非常詳細的操作 那另外剛剛這個六種油的部分 我們剛剛也是經過加熱混合 因為棕櫚油它會有那個一粒一粒的 那個棕櫚酸 那些東西的話 我會希望把它整個都融解 融解整個融合之後呢 我再來降溫 是 這樣會比較好 OK 所以等於說所有的油倒在一起 同時加熱 對 大概加熱到什麼程度讓它再降溫 就是其實它融點是很低 但是你要讓它整個融合 其實溫度也蠻高 甚至都加到大概50度 所以整個融合是你看不到 所有的油 看不到那個油 那油的油還會有那個線條在裡面 主要是棕櫚油 棕櫚油它有一粒一粒的 那它現在已經融化 那它降溫對不對 但是它還是不會跑出來 因為它已經融合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溫度其實已經降到 我想這應該十幾二十度了 對 滿冰的了 對 所以現在可以做混合了嗎 可以 我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油跟鹼 就是在家裡做我們就30度 30度 對就是不要超過40度 是 溫度也不要太低 對 所以老師今天操作是用30度 因為 就像很多人會在Facebook問我們說 之前不是講說混合油的時候 要在40幾50度 那今天老師講30度 我覺得 這就是做手工皂 或者做手作 其實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並沒有規定一定要怎麼做就對了 對對對 就其實做手工皂呢 溫度不是它最後層照的主要原因 是 對 可是我們為什麼在渲染照會特別強調溫度 就是因為你要畫圖 對 可是如果你的造液已經很濃了 你就沒有辦法畫 是 那我們在打造的時候就必須注意說 你在打造的時候 那現在加進去了嗎 對 那我們可以現在邊 邊講邊處理 那它就慢慢加進去就對了 對 那你就要小心 好 那我們倒進去我們就邊攪拌 一邊倒就一邊攪拌 對 那如果說我們是直接倒進去再攪拌也沒有關係 也OK啦 對也OK 因為也有學生問我 他說那有沒有方向一定 譬如說一定要 一定要順時針還是要逆時針 幾分鐘等等之類的 那我會希望說在攪拌的時候 尤其是渲染照 就是前面15分鐘呢 我們都不要停 你說什麼 什麼 15分鐘都賣點 沒有啦 我們做這個渲染照 我們比較擔心它會假照 就是譬如說它已經硬了 那其實 看起來好像已經有點半凝固狀態 對 騙人的 對 那或者是說你沒有攪拌均勻 你想說我應該可以渲染 可是它根本就還沒有做很多的分子的一些反應 所以它後來你會分離啊 是 你的油跟鹼都分離了 那就這一鍋你就 就沒用了 其實有用 你可以再把它救回來 可是你就畫不出那個漂亮的圖騰跟圖案了嗎 對 因為基本上你要在上面做畫 大家應該都會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 第一個它不可能全部都是液態 不可能全部都是水 所以你畫過去它很快就密合了 對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點點的堅硬程度 對 但是你也不能太硬 太硬它也畫不出來 我們手工杖 我們通常都會講說那個叫做Tress Tress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去判別 那這個Tress它的分程度 譬如說有Light Choice Light Choice就是輕度的 然後再來就是Tress Tress是造化的意思嗎 Tress就是反應 造化反應 輕度反應 對 那我們輕一點點 但是我們打手工照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不是加進來 對 它的反應大概會完成25% 那其實不一定嘛 那後來剩下的怎麼辦 後來就是會亮照嘛 對 它會慢慢的造化反應 所以它等於在乾燥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同時裡面還是有一些反應在做的 對 它會一直在慢慢的反應 嗯 所以一邊在攪拌的過程當中呢 你是不是也會把那個 等於說渲染的這些顏色 你會先調好 對 那我前面就是那先給你攪 我來攪好了 你來教大家那個渲染顏色要怎麼調 這個是其實就是我們常常渲染的 就是最有成就感的材料 就是常備炭 嗯 對 是我們一般所熟知的備長蛋是同一個東西 對 備長蛋 然後或者是說 顏色挑比較深的都可以 因為我現在看你渲染喔 你是準備粉末 所以基本上是只要有顏色的粉末都可以嗎 像綠茶粉啊 咖啡粉啊 可以可以 可以嗎 對 對 就因為天然的東西你加進手工皂裡面 因為它算鹼性嘛 嗯 那所以事實上也不用太擔心說 欸 它會不會後來對身體怎麼樣不好 對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是渲染 主要是畫圖 嗯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的粉類事實上是不需要放很多 是 那這個材料呢 因為很少嘛 所以去秤也很難秤 嗯 所以我們就是大概 我們大概 譬如說這種布丁湯匙 嗯 對 好黑喔 很黑啊 嗯 可是它效果就會很明顯 因為它就是黑嘛 就像畫圖 黑跟白是對直接 對 那我就 我先會先把它放著 然後再來就是說 老師我可以插個嘴嗎 可以 這打15分鐘 手不是普通的酸欸 所以就沒有蝴蝶秀啊 對啊你看多好 打工瘦手臂 對啊你看 就是一舉兩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是 紅麴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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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不是去吃小菜有沒有 紅粥吧 紅糟肉 對 對對對 那我們一樣嗎 就是我們一湯匙 其實多跟少都沒有關係 是 主要不是說 它的功效啦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功效就整塊啦 它只是為了顏色 漂亮 我們在這個顏色 是不是準備好了 對 可是這個罩還沒有打好 對啊 那不要緊張 因為通常渲染的時候 你會時間 你會覺得說 欸是不是快好了 會很忙 很急啊 對那沒有關係 我們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拿打蛋器對不對 我會在這裡面先滴幾滴 那記得就是幾滴就好了 嗯 不要很灑脫就是用湯匙 讓它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用這個刮刀 把它攪拌均勻 是 所以它其實你滴了這幾滴 它就是要讓它裡面稍微有點 那你看我這樣 我不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來我放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那幾滴的油 就是要可以讓它 有這種 你知道 融化的感覺 對 那因為它現在是少量 所以你攪拌的時候 會攪拌得均勻 對 就像我們吃玉米濃湯 你把那個胡椒粉這樣撒進去 它會結塊 對 那你渲染又結一大堆塊 我沒有看 就漏掉啦 漏掉囉 對啊 這裡面一顆一顆在那裡 你就覺得 老是覺得有不完美的地方 對 就是會有那種感覺 所以呢 我在這個 在調的時候呢 我會很仔細的 把每一個顆粒都把它 打散 對 那因為這個 背長炭 那也有人說常背炭 那它的粉本來就很細 那我們比較不用擔心 好 那這個紅麴粉 那也要一點點嘛 對 那紅麴粉 這種天然粉 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綠茶粉 那顆粒就很大 對 而且它遇到水液體 它也會結塊 對 那也有什麼咖啡豆粉 那或者是 這應該夠了吧 可以 不夠我們再用就好 那也有什麼咖啡粉 綠豆粉 杏仁粉 那些顆粒都大 因為那是我們在吃的啊 它不可能用的這麼多東西 擠 不然都鼻子吃掉 對 那這紅麴粉嘛 現在這個顏色很深對不對 是 可是它後來 會變色嗎 會變橘色粉粉的很好看 紅麴粉到最後變橘色粉粉的 對 所以在手工皂好玩 還有樂趣就是說 你現在是什麼樣子 後來就不是那個樣子 好變化莫測的手工皂 對啊 所以基本上呢 現在我們這一鍋呢 我們的皂液其實就 我們就持續在打 因為它需要蠻多時間 在做處理的過程 對 然後呢在旁邊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們的天使媽媽 把待會要渲染的顏色 包含了 黑色的備長炭 或者紅色我們的 紅麴的部分 都稍微加一點點 我們剛剛在打的這鍋罩的部分 稍微讓它先溶解了 待會呢 在下個階段 我們就要開始來進行渲染的動作 所以這樣我們出街的工作 就準備好了對不對 對 現在就等著渲染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